如果大家想要参加就是所谓的摄影比赛 你可能要有比较就是放慢速度 然后比较专心的去体验 去感觉到现场的氛围去拍下的照片 那个对你的摄影比赛 让别人有感受到你现场的氛围的作品 可能会比较有让大家有感染力 进到你的作品里面去感受到现场的感觉 或者是现场的美景 或者是现场的那种温度 那个可能会比较有就是你会比较有胜算 很多人想到温度就会想要说去拍太阳 然后整个投射在整个画面的那个照片 然后整个布满的光线 其实并不一定是这样 像这一张是在河湾山的那个武林停车场 然后它前面是有鸡血 那很多人去拍了这样的照片以后 它没有加入现场的一些光线 像我专程去拍日出 可是我并没有到就是会看到第一道日出的地方 因为我知道光线等一下会先投射在后面的山头 那你太阳出来的色温投射到有一些鸡血的山头的时候 那种色温是让你非常感觉温暖的 所以你并不需要有整个相片布满阳光的照片 你就可以看到感受到温度了 另外这个 这个就比较可遇不可求 山上很冷 然后在半夜是零下各位树的温度 即使是月光刚出来 你也不能没有办法感受到那种寒冷里面 然后不一样的温度 那刚好月光投射在那个前面的云海上面 然后它出现了色温 让你的云海上面有温暖的光线 那个又是另外一种让你感受的温度 差不多就是类似这样的表现 就是我觉得重点就是 现场的温度是现场的温度 你怎么去让你的作品有不一样 让人家感受不一样的温度 我觉得那是最棒的